各位好,歡迎收看中原工商鋪資訊台的投資面面看 我是April,會和大家說一下投資工商鋪的相關知識 鋪位除了地位之外,配套也很重要 就像來去水那樣,不只影響租值,還會影響價值 今天就有中原工商鋪鋪位部副區域營業董事Andrew Lerney 來購買鋪提示 Hello Andrew Hello April,你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又要提一下正在看的你們 記得Like和Follow我們中原工商鋪的Facebook Page 在YouTube看的,就要訂閱我們的頻道和按一下小鈴鐺 Andrew,事不宜遲就問問你 我們經常說風貨水電梅,對於鋪位來說 究竟水有什麼重要性呢? 水的作用就很大了 因為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鋪位 按照那個Location,會適合做一些零售或者適合做餐飲 顧名思義,餐飲一定要有耐水 尤其是這幾年 因為零售業的景氣,就相對下滑了 很多業主其實都希望 將店舖改回,轉型 由零售變成餐飲 加上疫情關係,以去年為例 有很多人他們都是希望自己買菜 但是現在就放寬了 其實市面上擁有很多出來消費的消費者 他們的餐飲業在這陣子就很旺盛 店舖的價錢,其實 租值是直接跟店舖的影響有關的 我們以前說的 一個店舖的租值如果相差一萬元 在店舖的價格方面 其實就差不多只差了四百萬 就是如果用三哩來計算 所以其實 那個店舖的有沒有一個耐水 或者他 做不做到其他行業呢 相對在那個賣價來講 是影響了很大的 你只是用三哩來計算 那那條算式應該是 就是如果他的租值是欠一萬元的話 就是例如一萬元 然後怎樣去計算呢 正常我們就用一個租金 乘回那個年收入 就是乘回12 那就除了那個賣價 那就計算到那個回報率 那其實反過來 如果我們用一個租值 就除了那個回報率 就等於那個價錢 就好像剛才這樣講 如果我們用一萬元乘回12 再除了0.03 就會得出一個四百萬 那就是說如果一間店舖 假設他的位置一樣 一樣大小一樣 但租值相差了有一萬元的說話呢 那如果大家都用三哩來 在市場上放賣呢 那其實那個價錢會接近 差了四百萬出來的 那都差幾遠的 因為舖的價值呢 就跟其他的洗字樓 或者工廠那些不同 洗字樓工廠呢 就相對對赤價比較敏感 那舖都敏感的 但是 另一方面他對租值的敏感度呢 都相對高 那所以都會有一個影響在裏面 那例如可能是一些 發營屋啊之類的 要用水啊那些的行業 其實同於 我假設比較啦 跟速展來說呢 那個租值都已經是差很遠的了 是不是都會令到那個租 那個舖位的價值都會有影響呢 是啊 因為如果速展 基本上就是一個緊數啦 可能有些收80有些收60 那但是如果我們 有些發營屋 他可以做到其他的服務 就是負離紙啊各樣那些呢 那那個 收費會相對會提升很多 那又變成了呢 他可以承受到那個租值 租金那個水平 又會提升了 那所以其實 有很多現在的買家呢 他們找舖的時候呢 他都會第一時間問有沒有來去水 就是跟以前就 那個認知很不同 以前就第一時間就問 喂他那裡現在 附近了多少錢 現在都會慢 但是那個舖本身那個 規格啊標準啊 他也都很關心 其實現在市面上呢 有多少舖位是有來去水的呢 有沒有說哪一類的舖位是會沒有的呢 其實大部份啦 大部份的目前市面上的舖位呢 八成以上都有來去水的了 但是有部份是真的會沒有的 那例如是什麼呢 例如一些商場的向街舖啦 又或者是他本身是一間大舖 在分間出來的 可能他以前分間的時候呢 就沒有預留到啊 那變成了就 不會說每一間舖都做到來去水啦 那還有一些呢 就是在他起樓啊 那個職屍或職屍的時候呢 因為他那個舖或者 那個面積比較小的 當時那個發展商或者職屍 都不認為這間舖有需要來去水 那他做回一般的零售就可以了 那所以就變成了他在那個時候 都會沒有預留到來去水啦 只要是這幾種啦 其他大部份一般的大一點的舖呢 就是我們在說五、六百尺啊 以上的舖呢 大部份都是來水有小的 那其實呢 如果是 例如假設我去看到一個舖位啦 我就看到他有來水有得洗手啦 又有去水有污水渠這樣 那其實是不是這樣真的OK呢 還是其實需要看一下他有沒有排啊 又或者會不會有些什麼 不合法的情況出現的呢 最穩陣就當然是去 去屋宇署拿回一張舖堂 去參照回他現在那個 那些喉嚨是不是一個合適的 合法的啦 因為有 不代表他真的是合法的嘛 他可能是後期加裝 但是也都沒有向屋宇署去回報啊 沒有說回那個改裝的情況 那最穩陣的起見 當然是拿回一張堂 自己參照回那個實際會護著理想啦 那是不是還有一些分錶的情況呢 那些又應該要怎樣處理呢 那好像剛才說的分舖那樣啦 他有機會是由一個水錶 一個水錶去分給其他的舖位一起用的 那問題就不是很大的 因為其實有水都可以的啦 那但是 講笑這麼說 如果持有那個水錶的持有者 忘了交水費被人截了 那問題就出現了 就會可能導致你這個店舖 因為你是 你是別人分水給你的嘛 那可能導致你的店舖 果煞啦 會有一個真空期會沒有水用的 那就很理會了 明白明白 那其實這個來去水呢 可不可以加裝的呢 程序又是怎樣的呢 會困難一些的 如果要我們想說加口 是目前沒有 目前沒有 先天沒有 但是希望後期自己加回呢 會有些困難的 因為那個水錶和我們的舖位 可能會跨越了一些人家的舖位的嘛 那到底人家那個 就是其他業主會不會給我們 在他的舖位裏面加設喉管 就供水過來我們那裏呢 那這個都有一個 不一定會做得到啦 那如果去水方面呢 就是我們要作地了 我們要從我們的舖就作地 或者要經過人家的舖位 或者一些公眾的地方 才去得到一些公眾的 就是所謂的大渠走 去排到一些污水 那這件事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那所以呢 就最好的現成油 如果希望是通過後期去加裝 或者改裝呢 那其實就一定要問清楚那個職事啊 或者問清楚那個代理啦 明白明白 那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很多謝Andrew跟我們講解這個 來去水對於舖位的重要性啊 今集真是活躍良多 謝謝 那喜歡這條影片的呢 就記得留言、讚好和分享啦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集《投資面面》看呢 會繼續請不同的嘉賓來跟大家講一下 一些工商店 以及非住宅類物業的投資資道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 拜拜